各位好 今天基哥给大家带来一期小乔孙坚 这个组合毫无技能的向性可言 因为孙坚要求搭配四血的武将 才能发挥其英魂的复朝风属性 而小乔需要有过牌能力的武将搭配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有足够多的千香牌的数量 总之我们选到这个组合 基本上就是一个单小乔 基哥是不推荐这个组合的 但是小乔是五国为数不多的 复朝风属性强的武将 单小乔只要不将自己的手牌打空 一般不会有人打我们 所以只要没有大嘴和特别大的势力 小乔生存到后期残局是非常轻松的 下面我们来通过一把实际的录像 看看我们这把小乔是如何生存到最后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 我们是不推荐大家选小乔孙坚这个组合的 之所以我们这一期选到这个组合 很大程度上就是系统选间框的限制 我们不得不选这个组合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 有时候系统选间框的限制 比如说一个小乔干凝了之类的组合 但是我们还是要玩下去的 毕竟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这也是运气成分的一种表现吧 因为你有运气好的时候 你会选到暴死组合 你运气差的时候 你选一个萌萌达的组合 像我们三血的梦户 三血的身尖 好 点尾出来搞事情 搞一波 那对我们来说还是挺好的 因为他如果打我们的话 我们弹他 还会送他很多爆发 其实小乔是 是 魏国首量的话 很多手牌 我们是害怕他出联络的 我们看二号 二号继续杀下架 那只能说明寻遇盲错人了 三号为顺利成章的去打二号 这没什么问题 曹丕继续翻照尾 其实这时候曹丕翻照尾并不好 他应该翻寻遇 那么寻遇如果有桃子的话 会救他一发 这里出了一个队友 现在基本上可以分析出一个局势 就是对把是一个小巫国 你看两个位一个属 还有两个暗将 两个暗将事物的概率 也并不是特别高 果然这个人是要飞舞 是一个位 其实全场三血武将比较多的话 好像这一把全场全部是三血 一般情况下 全场三血特别多的话 卫国的人是比较多的 上甲上甲没有动 没有跳身份 好 这时候我们挂一个藤甲 藤甲对于我们小乔来说是一个神器 因为我们不怕火锅 我们不怕火杀 只要我们手里有红桃弹出去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手里三张金箱牌 而且铜甲的好处就是可以挡AOE 这样的话我们手里的尖箱牌 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这一波还行 队友死了 队友们现在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嘲讽是非常低的 场面上没有一个队友 对我们 对于一个独猫来说是非常好的节奏 是个躁云旁统 这里有个小细节 他这时候选择杀我 那我们这时候就千万不要去帮他去谈魏国 谈寻遇 或者是我们 或者我们自己调选 我们就谈国家 谈寻遇有可能会谈死寻遇 我们就谈国家 这样的话会送国家遗迹 杀 而且会送国家两张牌 这样的话 魏国行动的时候就在打 帮我们去打输国 这手谈是一举多的哲哲的 小乔就让他们很没办法 他们现在即使想打我们 也是打不了的 这时候有一个话策存在 所以说魏国想 想要一波对一波 一波一个蜀国 也是比较难的 因为有个话策存在 话策现在想要跟我结盟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独苗 我们如果跟话策是盟友方的话 现在是 蜀国为国混战 那么我们这时候 其实不动是最好的 他们在打架 我们不要去插手 因为我们插手的话 如果激起某一个势力的仇恨的话 那么这个势力就会 拼命地打我们 他这里输了也要打我们 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 就是非常不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暗闭目动 这里千万不要动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哪一个势力特别强 特别弱 是吧 这边还有一个方面 这边都是医学 这个局势是判断不出来的 而且有一个话策存在 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 帮蜀国去打贵国 现在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 他如果选择杀我们 我们就谈赵云 因为赵云的血线 也是比较难掉的 如果我们谈赵云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因为赵云防御比较强吧 他闪可以当 杀可以当闪 这样的话 我们谈他一血的话 他是很难受的 但是这时候 华德选择跟赵云结盟 这时候我们就比较难受了 华德选择跟赵云结盟 我们现在就跟国家结盟 他如果想打国家 我们就救国家 如果打我们 我们就谈国家 然后出逃就谈 后期我们就放快一点 后期因为这一期打得非常长 时间很长 有个话筒是非常拖节奏的 如果是其他武将的话 我们调一血就是一血 但是你打话筒 话筒不停地回血 所以是比较难受的 但是国家这一波 还是没有将话筒秒掉 我们如果我们打赵云 我们也是比较难打 因为赵云的 所以是闪可以当杀嘛 杀可以当闪嘛 所以说我们也是很难掉 赵云的血 现在国家这一波特别亏 费乐了 你看这种话筒 是肯定要先打死的 你不打死的话 你打赵云 他无老就赵云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优先去打 话筒的 打赵云不现实 因为赵云 你打到冰死的时候 话筒无老的救 好 现在这个国家被劈死了 天杜被劈死 反正是天命之子 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一个 基本上进入到单桥了 因为赵云雷线 不一定能回来 看这把单桥打得是 真的是很长很长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摸牌白板 他钓我的血 很难 我钓他的血 也是非常难 我钓了他的血 他立马可以轻松回起来 他钓我的血 基本上也钓不了血 因为我可以使用天香去弹他 而且他是个三学武将 我用天香弹他的话 他顶多摸两张牌 而且他现在每一轮都要去回血 都要用去回血 他如果使用回血的话 他基本上就没有 就是零输出 没有输出能力 你看我们现在跟他 如果真的跟他单挑起来的话 断杀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一手能打出很大的一个牌杂 我们手里面有桃子可以选择 卖一手 尽量不要给他弹牌 因为弹的话 他一换一牌的话 会增加他的过牌性 其实我们两个人打的话 就正是打牌杂 谁的牌杂大 谁就能够赢 由现在可以看出 我们其实小桥 现在是压着画头在打 因为画头每轮在不停的回血 回血 我们不停的进攻进攻 但是我们就是害怕 断输出的时候 这两个冰还是很难受的 这是画头的脱节奏能力真是太强了 各种的脱节奏 我们现在要打赢的话 取到一个装备优势 可以用神雄双骨剑过牌 只有这个装备可以打画头 不过最终我们都会打到一个军事神装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一个 记载装备的一个时期 谁起到了装备的优势 谁就有获胜的可能 好 现在我们有一把寒冰剑 寒冰剑是非常关键的 可以将它的装备给卸掉 我们将它的扇子给搞掉 因为扇子如果它把我的手牌搞空的话 一个扇子火杀我们还是很难受的 火攻 杀 闪 九 闪 无谐可击 杀 若有若无 美人 杀 闪 杀 闪 其实有一个第三方 有一个赵云在了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谈赵云 谈赵云就好处就是可以少给他磨牌 所以说他现在着急想杀死赵云 好 现在我们起装备优势了 但是他立马挂了一个 其实我们起装备优势的话就就比较容易了 打他就可以每轮压着他打 现在我们手里面有这么多杀其实每轮都可以压他 他现在是被我们压着打的话 他是很难虚报的 我们只要等一个 磁雄双骨剑或者是闪电 我们就有获胜的机会 但是这画头的脱节自动力真的是很强 这个杖八是可以保证我们每轮不断输出 这就没办法 他现在有一个含冰剑将我的装备给卸掉了 你看我们都是莫怀白板 所以这仪一代导他也没选择用 我也直接就拍出去了 仪一代导对我们来说是并不是好紧了 不错现在有可以用磁雄双骨剑去打牌插 现在你看画头现在被我们打成啥样了 我们总是满手牌 他现在都要疯狂的丢牌 然后疯狂的回血 可是现在断杀了 断杀了 他因为断杀的话 他两轮又能回血 全是原先的思路 有桃子我们就选择掉血 我们两个恶物蟹去保这个磁雄双骨剑 他能不能保住 你看这一波这个乐部搜索 没有命中 是比较亏的 他现在起了一个装备 我们还是很难打的 还是等下一波机会吧 我们现在自始至终都没有摸到闪电 我怀疑是跨头手里面藏了一个闪电 他并没有将闪电给弄出来 果然他现在把将闪电弃制了 没有桃子我们有天降牌就可以弹他一手 他并没有秒掉我们 现在是又处在他是优势方的一个阶段 刚才是我们将他手牌压空 现在他又拨到了一个闪 他又弃了一个闪电 所以这个闪电没有被我们摸到 还是非常难打的 如果我们摸到一个闪电 瞬间可以一下子压他30 加上我们的输出 就有可能将画头给秒掉 那这时候还是得慢慢打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寒冰剑 这样的话卸他的装备也是非常快的 如果这样持续地打下去的话 我们总有一天会摸到 闪电这张牌 那画起闪电我们就比较舒服了 他有拆胜的话他还要去针对一下闪电 好 有桃子我们就卖一手 这加一马确实是卡了我们很久 现在我们的原则还是等杀 然后弃掉他们的装备 弃掉他装备我们就可以挂上磁雄剑 就打他 这个勒千万不要无限 因为这个勒我们是要去保 保磁雄剑的 或者是保寒冰剑的 他现在是经不住我们的寒冰的 他现在被我们寒冰完之后 我们现在就挂起磁雄双骨剑 然后打排插 通过磁雄双骨剑的排插 是非常容易能够将画头给秒掉的 毕竟我们还有一个无限 来保我们的磁雄双骨剑 所以说画头肯定是没机会给我们打 我们再摸一个闪电 基本上他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我觉得最后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波 总之单小桥打单画头 小桥还是略占优势的 主要原因是小桥处在进攻方 画头是处在被动的防守方 所以画头的进攻能力几乎为零 还有寒冰和磁雄这两件装备 寒冰剑的作用 是可以将画头的装备给弃制掉 而磁雄剑可以用来打排插 此外 假使得为木调整后 闪电成了小桥独享的单挑神器 如果画头回合力 被批手里没有酒桃 无法发动急救 也是小桥的送算偏大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想要收看机哥更多的视频内容 大家可以在屏幕的右下角点一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机哥的每一期更新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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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